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一个八字 丁氏辛亥 辛氏 惟氏 这个八字是在说 他下一柱他进入了秉承大运 他说这个是新的一个墓地 也是食伤墓库运 园局深入 食伤逢冲 是不是秉承运他就凶多吉少 自己跟子女都有灾难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 自己在吓自己 但是他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只有你有八字 你的子女没有八字吗 他们也有他们的八字 有你的八字注定的他们都不好 当然不是 他们的八字是什么 空气 所以很多人就是犯了这一个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的一个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他在现在他在乙卯大运 乙卯大运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他的这一个八字 辛金生癸水 生乙木生丁火 一连相生的一个状况 其实算不错 很好 乙他的地支也是 亥水生卯木生四火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他的这个八字来讲 本身冠运非常非常漂亮 然后他的食伤运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食伤代表的是子女运 我们来看一下秉承 这时候 他下一处秉承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 丙辛乙河 癸水 克丁火 然后地支 他就出现了一个 四火 生成土 克亥水 好 这时候 我们就要来看 原本 在乙卯的时候 他是一个一连相生的一个情况 现在进入了丙城 各位 我们可以知道 天干的一个官运 受伤 地支的官运还算可以 所以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他跟他的一个 另外一半的一个感情 可能会降温 或者是在工作职场上 会有所不顺 因为这是他的一个官运 这个不好 那地支 我们再来看 他这边原本是连续相生的一种情况 结果 你们看到 亥水便受伤 那亥水便受伤 那亥水是他的死伤 所以 食伤 他表示的是 第一个 他个人的情绪 第二个 是他的一个子女缘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两个都会很明显的下滑 为什么 因为地支 他才是比较实际的状况 像以他的官运 这是天干 当然官兴 会下滑 可是他地支的官兴 没有受伤 所以 他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下滑 而已 实际上还可以维持 但是各位 他的天干的这一个食伤心 天干没有问题 地支却受伤 那就会变成表面看起来 这个人没有问题 实际上问题连连的一种状况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他两柱大运里面最大的一个差距所在 所以不是在那边自己 在那边想 然后说我的八字 这样子 我的子女是不是会不好 他不会不好 因为他有他的八字要走 这个就是很多人的 学八字的一个迷思 全世界只有我有八字 其他人没有八字 所以我的八字是怎样 你就给我照着这样子去发生事情 但是各位 不是 你有八字 你的老公有八字 你的那个孩子也有八字 你的父母亲都有八字 而八字跟八字之间 又会有相互的一些交际的关系 所以 你只能够说 很有可能在下一柱云 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 会稍微差一点 并不是你会决定他要怎么做 当然是不可能的事 那就很像 你父亲的八字说 他的子女心不好 所以你身为他的子女 你就很惨了吗 你一定会跟你老爸看 你闹我的八字 我的八字是假的吗 同样的道理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 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 你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